有没有看到 我跟修兵的缘分就算换了一个卡池 我们之间的羁绊一样没有消失 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碗 今天要来为各位介绍一款好玩的游戏 它是由这个日本开发商KLAB 所直接开发营运的死神的游戏 目前对应安卓iOS跟时定的版本 最近已经有这个五周年啦 亚洲服正式的上市啦 各位观众如果各位非常喜欢死神的话 这一款亚洲服内建有这个 半钟版的一些这个剧情的内容 让你死神玩的开心也看的开心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 准备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啦 各位 来 Let's go 这次的卡池是这个小说 CFYOW合作召唤的第五弹 第一位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 69 慧卓木修兵 那个本传没有万解 如今小说 使用万解的男人 万解 崩死叫声 Winstar 你们啊平安子看我有人玩酸刀对不对 没看我拿两把镰刀的吧 而且我觉得他对出来的是 他要绑个锁链在脖子上 有够饿欸 有够帅 超中饿的 超帅 锁链的69来了 然后第二只 感觉是黑化了燕链吧 各位可以看一下燕链的故事 对石灘我一面是种一名孩童 身上同时有 死神 虚 灭却斯的 灵压 他跟鱼骨一样啊 什么都有啊 死神虚灭却斯我全都要啊 呵呵呵 全都要怎么可能不强 喔呦 好大 诶这次感觉比较吵欸 诶我觉得 诶这次平A也是远攻哦 诶怎么玩燕链有点强 我们不要修兵 诶怎麼看燕链更帅一点呢 来看最后一个 我先说啦我本身对妹子是没什么兴趣的 我玩死神真的一律只抽又潮又帅的角色 我先說啦 我剛剛跟大家講的沒錯啦 我玩死神不會衝妹子 但是如果是又吵又帥的妹子 抱歉不算 我還是全都要好了 好 各位 我要上啦 修兵 燕鳴 道羽跟大王來了 我覺得我最近蠻歐的 有沒有 三隻蝴蝶 我拒絕專菜 帶走修兵 謝謝各位 燕鳴 哇 欸 一隻蝴蝶通常蠻危險 欸 不好說欸 難道是69的男人 喔 欸 難道死 欸 道羽跟太猛啦 各位 我就問你們 我現在是不是個大人呢 我這裡沒抽到修兵 我還能停嗎 我這裡停我似乎就比較大玩了 衝到底修兵帶走 修兵你變滅確實了嗎修兵 嗨 羽龍 欸 兩隻 阿雞 喔 我是鬼吧 欸 其實我很歐欸 啊怎麼都重複 欸 哇操勒 我怎麼那麼猛 啊 我的修兵勒 修 有人看到我的 我沒有看到 你要不要等我 好 不等我 本人來了 看好 修兵 我要跟你合合委一樣 修兵 不管怎樣 我就是要把 修兵 給帶回家 六九派 就這麼厲害 修兵 還對修兵會不會我嚇到就不敢來 他說我沒有這種丟臉的手下 欸 今天其實什麼 大哥 你倒是萬解 還是因為我沒有準備鏈子阿 我現在樣子的確比較像本來的他阿 我沒有鏈子阿 謝謝各位 看好這個數字 六九 會走木 修 我剛沒有跟大家提到 我們平常是6% 但是在第五次跟第十次保底的時候 你的機率會提高到 100% 一定會至少 有一隻 我的修兵就在那 八點 三三三趴 之中 有了 我感覺到了 我搞三勒 阿修兵勒 喔 叫我 小孩王 阿修兵 四隻 是不是因為我剛剛說 我覺得夜謎 好像比修兵更帥 修兵就不要我了 修兵 萬解呢 這一隻 有了 有沒有 修兵 快了 喔 哈哈哈哈 日代理 欸我是不是抽小朋友阿 我是不是孩子王 我要不要抽夜明 要不要抽日代理 我抽到小朋友阿 有沒有看到剛剛那個讀曲 這次特別的久 來 各位 我拒絕 Nope 我今天其實很偶 但 沒關係 一個是代理 兩個是代理 三個是代理 四個是代理 五個是代理 一個燕明 兩個燕明 三個燕明 四個燕明 一隻修兵 兩隻修兵 三隻修兵 四隻修兵 五隻修兵 好啦 請就請就請就請 好啦 我心滿意足了 再見的修兵 我們不要修兵了 我要死打客 欸這隻我沒有欸 喔 朽木想河 哇賽 我們不要修兵了 欸真的要換個卡池 好心情 換個卡池 心情馬上就好起來了 欸為什麼我都只專抽小孩欸 我抽日代理 夜明跟小雨 我真的專抽一堆小孩欸 好啦 各位 不能再抽小孩了 來 雙槍的男人 BA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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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必定出現一位武衍 這就是我最後的靈壓了各位 這就是我最後的靈壓了 秀木想河 又是你想河 有沒有看到 我跟修兵的緣分 就算換了一個卡池 我們之間的羈絆一樣沒有消失 欸再見了 啊 你的 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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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